豪门世家的接班人 第一位 霍启刚 香港名是霍英东的长孙 接管了霍家的体育事业 挑起了家族的重担 第二位 何超琼 赌王何鸿燊二房长女 赌王真正的接班人 已经全面接手父亲的事业 第三位 王思聪 首富王健林之子 万达集团的董事 更是未来万达集团的接班人 第四位 李泽聚 首富李嘉诚长子 加入长江集团后任长江基建主席 接手了父亲大部分资产 第五位 许静亨 香港传王许爱周之孙 个人并无拥有任何物业 每月靠家族基金维持生活 第六位 张康阳 现任苏宁控股集团苏宁国际总裁 负责苏宁国际业务拓展工作 是苏宁未来事业的接班人 第七位 向左 港圈大佬向华强之子 是百亿家产的继承人 你认为哪位接班人最可靠呢